新北市國中生割喉案 耸人聽聞也引發了社會輿論 藝人顏麗婷結婚後 遇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目前都在求學階段 讓他對案件十分有感觸 他透過現實動態表示 自己從孩子小的時候 就告訴他們要有同理心 要當正義的人要保護弱小 然而看到這樣的新聞 讓他開始感到擔憂 顏麗婷無奈地表示 現在只希望孩子的心裡 能記得正義是什麼 死後再也不管跟他們說 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一定要挺身而出 這類的話語 即使他也批評現在的社會 這種法律的制度 這樣的校園管理 只會逐漸教導 下一代的孩子們變成冷漠的人 大家都只會自掃門牽血 顏麗婷除了為受害者抱不平 也希望老師口中這個 正義又陽光的孩子 如今能夠安息 ssa… honors… 不好意思… homogeneous…